对战时 以魔道状态时 用了大日如来惊人咒 我最盯上了 那你还让我炼花恶魔之心 当务之急 你必须平衡这两股力量 不然佛魔争斗的力量 会摧毁你的神海 回头再跟你算账 我说两位 能不能给我个面子 不要打了 在我的地盘 还轮不到你们在这生风作浪 不管是魔是佛 都给我乖乖趴下 就是现在 太极之道 阴阳平衡 输 输 总算解决了 但也只是权益之计 叶小子 你修习圣道 却又魔心半体 以后修行速度 能远超别人数倍不值 这么说来 你龙还贵好的嘞 我还能坑你不成 看你修为 龚明镜六丑 圣主 出事了 与横月交好的冬月上官世家 正在被郑阳宗两殿大就攻打 想不到郑阳宗 竟然会先拿他们开刀 我先赶过去 传我命令 炎黄空明镜以上全部出动 注意不要走漏一丝风声 打他们一个措手不及 再攻 再攻 按照这个速度 不需半住香功夫 也能攻破结界 彻底吞并着上官家 这上官家盛产角色美女 尤其是上官韩月和上官玉儿 这对解冥花 这上官家盛产角色美女 尤其是上官韩月和上官玉儿 战益 其他人我不管 但身怀悼灵之体的上官韩月 你可不能碰 他可是长教指名捉拿的